像桃園是不是 这个选情 已经爆发了三黑危机 那三黑呢 首先是先看到 在星期天的时候 郑韵鹏 然后跟这个邱冠亭 在青浦高铁特区的后援 成立大会 那就被爆料出来说 这个邱冠亭 他有这么多的前科 有毒品的 有酒驾的前科 但是竟然 蔡英文 郑文灿 郑韵鹏 跟他这样子 一起出席这样的成立大会 不是说蔡英文要打黑吗 要终结黑金吗 怎么又跟这样子的一个 有色彩背景的人 站在一块了呢 那沾江村村长就质疑 就说这是不是要利用 选举来洗白呢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郑韵鹏他讲说 这样子的新闻 就是国民党在刻意操作 但是这实际上 真的是存在这些事情就是 那桃园市府就讲说 这个竞选活动 非后援会 现在就是要切割他 就是说他是他 然后我们是我们 但是这个海报印的一清二楚 大家站在一块 那另外青浦寨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青浦这边出现了 像是柬埔寨的翻版 有这种主宰事件 那所以现在就很多 这个桃园的一些民意代表们 或出来选的一些候选人 讲说我们为什么青浦变成这个样子 难道我们是青浦寨吗 大家是很痛心的 可是对于这样子的讲法 这个郑文灿就觉得说 你们不是要打击这个警方士气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湛江村村长就讲说 他是11月6号的时候 讲说消失35天 报警没有及时处理 那所以他就说两天前 这样的po文 警方不当一回事 那警方的回应 桃园市的这个警局公关 他们就讲说收到报案之后 就以失踪人口的方式追查 后来才顺藤摸瓜在淡水这边 破获了诈骗集团 因此这个郑文灿就讲说 都是你们在这个重击警方士气 可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质疑的都是 是不是郑文灿你都在忙着选举 你当这个青浦出现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郑文灿你有第一时间去关心吗 好像没有 你好像心思更多是摆在浮悬 更何况接二连三的 我们看到蔡英文一直往桃园跑 是不是也增加了警力的部署 是不是让警察的loading变得更重 让警察被这个累得要命的 不就是你们吗 你们一直要拉这个桃园选情 所以蔡英文才接二连三 星期天去三场 星期一又去两场 所以这些警力是不是要全部动员 都没有办法好好顾知安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沾江村也在讲 讲说这个现在奇怪的真人讯息 是不是蔡英文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样子的讯行 说找工作 然后在Facebook上面出现 说桃园 中立 巴德 找工作 而且薪水18到22万是包吃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短期临时工 有些人真的是被这个生活逼急了 所以就会觉得说包吃住 这样算一算 应该也还OK吧 合理吧 所以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她说是不是应该政府 要更加留意在这一个区块 那再来另外第三黑 就是贪婪收费 因为我们看到桃园前金发局长 连威尔刚也要拿的这件事情 这个朱松伟 他利用承办公共工程采购 向厂商收费了20万元 那高院的法官是讲说 当人家金库还是提款机 还没有打算还钱 所以这个郑文杉你以前怎么夸人家 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接二连三的桃园 越来越黑了 越来越不像我们想象中 那个五星级的那种感觉了 那再来看看蔡英文 接二连三 我们刚刚讲说 她连续两天的 这个去到桃园来浮选振运棚 11月6号星期天 就是高铁的后援会成立 然后11月7号的时候 是工程动土典礼 连赶好多场 那蔡英文是讲说 因为桃园的选情非常的拉锯 但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警方是不是也累得要命 没有办法好好专心在这些 目前我们有看到这些亲谱的 这种找工作诈骗的问题上头 那郑运棚现在就是抢打说 我有政绩啦 有最大的诚意来请托 还去这个桃园市场 不断的扫接之外 还打这个台积电牌 他们讲说台积电 现在落脚这个桃园 经济部长王美花就讲说 这绝非是选举考量 可是有一个报道又打脸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其实台积电宣布出来的是说 2025年2奈米要量产 那怎么又突然就变成1奈米了呢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都没有真正的证实 这一项消息 那民进党就帮台积电提前做好了 1奈米的制程规划了吗 还是这一切都是选举前 这样讲一讲 1126之后 这些事情就不再提了呢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上工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几奈米不是重点的几奈米 因为台积电没有证实 台积电2016年也是被传出来 不是要在高雄吗 现在2022年 现在在整地中 在整地中 到底台积电会不会是 我觉得台积电说了算 台积电说了算 那现在您看这个桃源 这接二连三这种三黑问题 这选情对他们来说不妙吧 我是觉得一件事 今天你说是国民党操作 今天反过来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话 那民进党会怎么修理国民党到死 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是觉得 比较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市政府的新闻处 帮郑文燦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很好笑的一件事 他就说没有 那不是后援会 郑文燦只是出席 郑运鹏的竞选活动 换言之那个里长 就是郑运鹏约的 而他的竞选活动 当然他是前立委的儿子 邱创良的儿子 那郑文燦问一下 邱创良是他的市政顾问 是郑运鹏的总督导 所以这一层的关系 会去跟他儿子同框 我觉得也是为了选举 也是为了选举 但是毕竟有这样背景的人 去同框 大家当然会质疑 比如说不要忘记 各党里面酒驾被取消 选举资格 或是开除党籍的一堆 那也是之前的酒驾 也是被罚过钱 也是被怎么样 但一样 就取消剥夺参选资格 或是你已经参选了 我就开除党籍 等等的问题 所以不要有太多的标准 不要有太多的标准 尤其是酒驾是社会零容忍 然后我们行政院2016年 2016年不就是在反毒吗 不是一路就在反毒的过程当中吗 我觉得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一个东西 黑金等等的问题 不是民进党最喜欢骂 国民党的话吗 不是最喜欢骂吗 那是不是该有一些 同样的标准去看 同样的标准去看 当然警察的问题 我觉得一件事 是不是警察 警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报失踪人口 到紧急失踪到追查 他有时间的 他又是有时间的 所以有时候 警方在案情上面 是不是有正确的判断 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 这个就太去 太去指责一些市政府 我觉得大可不必 就是严格一下要求 警方在办案的程序上面 是不是多着重一点 至于说有官员贪污 当然任用者要负责任 任用者要负责任 当然你郑文燦就是要负责任 但是我讲 其实各县市都有官员贪污 各县市就是任用者 要去负最大的责任 当然这个责任 郑文燦当然也是要负 当然就是说 但是你今天有这么多的事情 摆在一起 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一个民进党 是不是一个双重标准 批评别人 跟自己面对这个问题 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 我觉得不要去挑战 社会上面的一致原则 好 郭文哥 翟轩因为这个 我们这么像柬埔寨的 这样的一个囚禁 甚至有三条人命这样子 这当然是对整个民进党之争 尤其蔡总统 因为她是总统 你看那个台北市上辩论的时候 他们不是提到那个 性为大楼 我觉得蔡总统的回应 我很没办法接受 她很期待陈时中当选之后 去解决那个问题 你当了六年多总统 你不会解决吗 我是总统 然后台北市上是柯文哲 我可不可以用中央的力量 说你这栋大楼 有什么样的问题 各种的 那我用中央的力量去解决 可以 你为什么都不做 你不当了六年多的总统 很好笑说我们期待去解决那个 你讲这个青浦寨那个是比较 就郑文燦来讲话是比较倒霉 因为他们这个犯罪集团 他租的这个大楼 发生命案的是在桃园没有错 可是他在新北市也有点 在淡水没有点 只是说这个 去发生的这个所在 刚上公提到这个台积电 我很有感触 台积电在高雄 因为高雄附近 就是他那个武器那附近 房价涨了 台积电要去了 就观众们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是因为陈其迈 现在在当高雄市长 对不对 然后所以台积电去了 如果韩国瑜还在当高雄市长 台积电会去吗 我不是在质疑台积电 我在质疑蔡总统 因为他的执政就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说 这个台积电要去桃园 为什么 因为桃园的选情这样子 因为郑文燦要交棒给 本来是要交棒给林志坚 吐车 现在要换郑玉棚 现在他民进党 他中央地这间 苏贞差上个礼拜就去了 他就跑去农坛科学院区 说这个三骑我们要怎么样 他快马加鞭 他就是用国家队 用中央的资源 我能骗多少是骗多少 你11月26投完之后 台积电真的跑去桃园 再说 我先画个大饼在这边 然后让桃园的民众 蔡总统你看 翟轩我这个没有 高伟如果讲错 你可以骂我没有关系 蔡总统到每个县市都讲说 国民党执政的都不好 然后地方要跟中央配合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不要投国民党 你们也不要投民众党 你们要投民进党 因为我蔡总统我在中央 我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们要投民进党的县市长 我中央我才会给你糖果 我才会把大饼放下去 但是蔡总统我讲句实在话 这样执政对吗 那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执政的话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们都解散好了 我们今天开始 全部都加入民进党好了 因为只要你不是民进党的执政 那些是你就本没东西 我说的 你可以去问虎佑 你可以去问盧秀燕 看我说的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大小子 是不是偏心 我跟你讲 那一块中油武清的那块地 韩国瑜本来说我们来弄赛马场 经济部中油说那个整地要17年 17年 小孩子出生都念高中的17年 你也好了 现在台租练习去 两三年就好生了 这样有说白吗 不说白 我跟蔡总统你当然是希望民进党赢 但是我必须跟蔡总统讲 你这个是奥部 你这样子国家是会分裂的 不是说你这样子女执政 你就都扣民进党而已 这个不是健康的民主政治 你这样子资源这样的分配 对其他灾害党而言 假设有一天 假设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是 国民党或者民众党执政了 我们也这样子对付民进党 那这样怎么办 这样整个国家都乱掉 好 委员 我觉得我们宣誓终结黑金 就要拿出态度来 所以特别就是要谨慎 就是说虽然这个只是一个 里长的候选人 但是确实他是总部的活动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所发出来这些文宣 就让人家来做文章 尤其是前阵子 这个警大校长陈哲文这个事件 不仅被林秉文打脸说 他根本也不知道 他去收集什么白狼情姿 还说他本来就是好朋友 那更何况警政署也出来打脸说 事前没有申请 事后也没有报告 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要严厉的去处理 那这样才能够宣誓说 我们确实是要终结黑金 尤其是警政高层 绝对是不能跟这些人 有任何的这种私交参序 这种饮宴的行为 那这样子如何去导正这种风气 所以我就觉得说 越来越离谱这种诈骗行为的行径 还有这些嚣张的这些诈骗集团的分子 我觉得就是要杀一紧百 要以身作则 从高层就应该要开始做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之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众之后